講這個很專業 其實我在發表的時候我常常講 每一個人自己是自己最好的醫生 也是自己最好的建築師 今天我們每一種招待 在推廣健保免費連線 就是個人的健康才是財務 再次的掌聲 給我們這個劉教授講得這麼好 再給他掌聲一下 謝謝各位 我再報告幾個來賓 藏在一個李錦光 他是我們交通大隊的隊長 一定特別的 你要真的掌聲 你要請你掌聲 最後 第二位那個 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的副選人 張台勝 張台勝 來嗎 走了 好 這個 我們這個德校創會的會長 賴文 好 這個 這個台灣好運動 的總招 吳總招 吳開張先生 好 謝謝你 地球 公益連線 鄭 鄭 鄭俊仁 鄭俊仁 鄭俊仁先生 好 來 謝謝你 謝謝鄭俊仁 今天各位喝的水啊 是 是這個 王 董事長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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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凱 先生 他是 護清國際公司提供的 給他這位掌聲 他有事先理解 好 他就給他掌聲一下 太極 太極 的創始人 太極搖晃的創始人 徐永廷老師 徐永廷老師 有沒有在場 可能有事先走了喔 中華民國新住民共和黨副主席 林柏先生 有沒有 林柏先生有沒有在 瑞幸經濟國運有限公司 李建宏先生 李建宏先生 在這裡 謝謝你 這位老朋友 如果 如果沒有報告出來了 請各位在那邊 現在這一個 請我們 黃帝內心 也是我們美國中國醫學科技 生命科技研究員 劉博士 劉憲平先生 劉教授 給我們最熱烈的掌聲 來 雙瓶 謝謝 謝謝 請念導 剛才聽了 劉德麗 劉先生的這個報告 非常感動 也非常高興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們應該也有心中有所共鳴 他講的其實就是一句話 我們談話講的 是天空的 說穿了 就是這樣 如果今天 今天是毒蛇猛獸的社會 如果沒有智慧的話 沒有知識的話 真的任人宰割 他剛才講的那些例子 我們聽得很清楚 當然 對我們有西醫的背景的朋友們不太公平 所以我要罵中醫了 中醫也是一樣 黃帝內心講得非常清楚 不能治病 病不是拿來治 病是拿來僅供參考 面對疾病的第一個態度就是不要談這個病 要治健康 針對哪裡治健康呢 剛才 劉先生講得很清楚 十二經脈 你把十二經脈調平了 OK 根本就沒有病 所有的疾病現象就是 你的適應不良 有問題 你沒有面對問題 沒有正對 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本 所以黃帝內心說 治病必求於本 絕對不可以治病 只能調理 治他的十二經脈 你把十二經脈調平了 平衡和協 可以沒有病 所以我的口頭也說 天下根本沒有病 應該沒有病 有了病 更不能治病 剛才劉先生的報告 給我們這麼很清楚的一個 一個啟發 他從現實面 給我們寄了很多的例子 所以 有朋友問我 你不是黃帝內心專家嗎 我這個情況 該吃什麼藥啊 我就說 你愛吃什麼藥 你吃什麼藥啊 但是 吃藥之前 有一個前提 你要老實吃飯 要會吃飯 至少我們現在的人都不會吃飯 別人在講 你那個油都不對 你用的是什麼油啊 氫化的油 餐甲的油 那你吃什麼都沒有用啊 你要回歸自然 吃那個無毒無害 友善地球的 那個正確的農法 所生產出來的食材 那才是真正的 根本的保障 像我們今天去菜場買菜 錯啦 不可以去菜場買菜 嚴格講 那怎麼辦呢 你要吃 有生命力的植物 有良心的農場 所生產出來的 好的食材 那有沒有呢 告訴各位 有 台灣保島的好處就是這樣 要什麼有什麼 有各種各樣奇怪的現象 但是也有各種各樣的 奇怪的 有效對峙的方法 房間內心講得很清楚 上公十全九 好的醫生 要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 診断治療 要九成的把握 中公十全七 普通的醫生 混飯吃的醫生 你要有七成的把握 那最糟糕的 至少要有六成的把握 今天 今天我們做到的沒有啊 為什麼 你沒有按照黃金列金的這個精神 沒有好好發揮 老主公留下來的寶貝的這些資產 那是我們的不對 那是我們 做老師的人失職了 所以 希望有機會的話 我們能夠把 正確的知識 普及化 普及到每一個人 每個家庭 每個醫學院裡面去 讓他們掌握了有效的知識 來照顧人群 照顧自己 來照顧同儡 那這也是我們 一直 我跟陳院長 我們一直在努力的 一個目標 好在就是說 今天這個社會 有很多奇怪的 不理想的問題存在 但是還好 我們都有 解決問題的原案 而且這個不遠 我們的老主公 在五千年前 就交代清楚 今天有一篇文章 我的文章 《黃金列金的運氣養生》 在第二段的部分 我有個官號 我就寫了 科學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我們要講科學 因為今天科學掛帥 科學是我們時代的理論指導原則 我們每個人 所有的檢驗任何事物 都要找到科學 但是我們要了解 什麼叫科學 事實上我們今天用的 大多數是偽造的科學 是虛假的科學 不實在的科學 是站不住腳的科學 包括剛才 劉先生報告 那麼多的問題 那麼多的藥物 他的研究發展的過程 充滿了笑話 然後在幾十年後 才報存副作用 這種科學值得相信嗎 所以我這裡這一段裡面有很深刻的批判 批判不是說別人不好 不是說別人不好來彰顯我的正確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要提醒大家 讓我們知道我們屬在什麼環境裡面 不要盲目的 不要盲目的好心的相信 當然不能迷信 可是也不能迷信科學啊 你過度的相信 一廂情願的相信 遠離事實真相相信 其實就是迷信 就不對 現代醫學的 確診率 百分之四十左右 誤診率 百分之六十以上 這個是不能夠 默示 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我們不能把責任丟到醫學院去 不能把責任留給醫生 我們每一個消費者都有 最大的責任 我想今天聽了 劉先生給我們的報告 非常高興 非常感謝 再次的掌聲 我們要謝謝劉哲平 謝謝 非常感謝我們這個 劉教授 他是我們第一局 美國做過一些科學院 台灣第一局的研究員 他講得非常的好 而且他講得跟我們劉教授 當然可以把他合在一起 再次給他掌聲一下 謝謝劉哲平 今天很榮幸 來第一次辦的有這麼多人 真的非常感謝 我們現在請個幾個貴賓來講幾句話 我們先請這個台灣好運動 吳總召 講幾句話 對 請幫我們幫他講幾句話